三星旗下机子外光专用B1生产线 25号举办盛大出厂活动 宣告3奈米晶片正式开始出货 和野王使用其实厂效电晶体来相比 GAA架构面积更小 能耗减少性能提升 技术层面意义重大 三星抢先台积电推出3奈米 试图在2030年之前超越台积电 根据三星公布第二季财报 营业利润来到14.1兆韩元 相较去年成长12% 净利11.1兆韩元也优于市场预期 三星预估2022下半年 智慧型手机市场呈现各位数年成长 手机个人电脑储存晶片需求将减弱 但伺服器晶片需求都能持续 仍旧看好HPC高效运算 以及5G需求在下半年保持稳健 三星日前宣布 未来五年投资3560亿美元 配合政府半导体大战略 记起媒体报道 南韩总理将向南韩总统尹席月 建议特赦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塞荣 台积院资深分极师曾骏州认为 李在荣如果正式复出 将有助集团子公司整合资源 不论高阶面板的发展路径 对外重大战略投资脚步 都有可能进一步加速 新台电视黄亮节手为头 台湾台北总和报道